現在愈來愈多OL 下班後都會去健身 為了方便 相信不少人都會選一些一條條的snap bar來吃 頂下肚子嘛 現在市面上有這麼多選擇 到底他們的味道又是怎樣 營養價值又是怎樣 剛才我在超市買了百虎不同類型的snap bar 其實他們分了三大類 分別有Nuts bar Serial bar 及Energy bar 他們的營養價值都好不一樣 等我和大家拆解一下 我剛剛把snap bar 排了熱量的次序 發現原來Energy bar的熱量是比較低一點 它大概200多卡路里左右 和一碗飯的熱量差不多 但Sereal bar 及Nuts bar 相對的熱量就比較高 等於差不多一碗半至兩碗飯的熱量 剛才我們看完卡路里方面 現在不如先看看糖粉 其實糖粉方面 Protein bar 的糖粉相對是比較少一些 很多時甚至是完全沒有糖 而相對地 這邊Sereal bar 及Nuts bar 就會比較多一些糖 所以選擇的時候就要小心留意 看完糖粉 我們看脂肪 脂肪其實都是Protein bar 會比較少一些脂肪 Sereal bar 及Nuts bar脂肪就比較多 不要看少這些細細條的Sereal bar 因為它裏面有超過40g的脂肪 說了這麼久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試吃 剛才我已經試了這麼多款Snap bar 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這款 這款好像消化餅的味道 不過我看到它有很多白砂糖 所以可能比較甜 至於Nuts bar 方面 我覺得這一款是比較好吃的 不過它就是非常黏牙 因為好像有很多麥牙糖 而且都比較甜 至於Protein bar 方面 其實我覺得朱古力味 是容易入口一點的 而且也不是太甜 雖然它不太甜 但有漏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女生可能吃一半左右 已經是吃不下的了 可能要分兩次才吃到 不過最後都分享少少提示給大家 選Snap bar 最好成份 越天然越好 最理想的成份就是 蛋白質10-15g 碳水化合物40-50g 纖維多過3g 而脂肪就要低過3g 提提大家 如果你沒有做開運動的話 就沒必要去選一些 Energy bar 或者Protein bar 來吃 亦都不建議大家 將這些Snap bar 當作正餐 始終不是那麼飽兔 還有糖分也挺高的